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对任何球队都好 四连败是一个劣迹 而且这四支球队我们看得到 都是位于英超 比如传统Big Six 或者近这两季挖起比较有实力的球队 即是在严格意义上强强对话里面 是全部相当的 好 但今集我们不要太沉重 或者浅谈简单些 概括一下热刺今届 演出与他们的教练 普斯迪高估究竟他的能力有多大 英超已经进入尾声了 欠四位字和维拉的热刺 这样四连败合于自己一个很不利的局面 本来同时的热刺是赋予了一个很神圣的任务 就是他们将要面对着 季尾的时间要对阿仙路利物浦和曼城 反过一个角度去看 本来他们就是哪一支球队拿冠军 都要先问过他们 但其实只要大家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就是他们能不能够拿前四的都要先问过三头马车 三头马车输了给两架 按计美尔那场宝赛的对着曼城 看来以现在的状态来说 都是凶多吉少的 结果有统计指出 其实之前热刺被炒的教练扭炉 对比现在的普斯迪高估 大家的胜出率其实都是51% 不过他就叫我玩久一点 带出一个令投迷喜爱的风格 在联赛尾段其实是长长硬仗 对于热刺来说 这个赛成的编排也是很不利的 目前35周的联赛成绩过后 热刺就拿到18场的胜利 六和十一负 输了11场 目前只有60分 排名第五 就是从后追赶紧的 有纽卡素、车路士、曼联等等 分分钟年前五位都不保 要说的是他们差四的对手 亚势东维拉就剩下两场联赛 目前领先热刺7分 即是换言之 只要维拉多3分的话 接着接着那场 热刺就基本上前四百败了 不过亚势东维拉是要面对着利物浦的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 热刺今届已经失了58个球 无论你是欠欧冠资格或欧帕资格 这个失球数字 其实都是不达标的 首先归纳在几个简单的方向 再简单地总结一下 例如书比利物浦这场 譬如乌渡志 这位意大利国家队的左闸球员 我觉得他受伤比较可惜 尤其是上半季尤其是他和坡罗 西班牙右闸 两位球员同时开到对方禁拘顶 我觉得这些简直是一个奇观 任何一边开到对方禁拘顶 不奇 以现在出击首位的踢法 但两边一起上到这样 当然他们当时的一队中场球员 比苏玛和沙亚都能够遮掩护空间 运达芬、罗美奥那些都很好壮大 但对利物浦这场球受伤 最惨换到上来的艾马臣 巴西球员可能踢左闸 不是太适应 简直尤其输第三个球 他要负上99%的责任 简直是梦游被对手拍脱了 这样两个球员正选后备之间的落差这么大 这亦影响着困扰着热池的退胀 再加上一段时间 譬如说占斯默迪神那些受伤 但占斯默迪神受伤复出之后 你没有发觉他的起伏都是比较大的 踢不回那个十足的状态 而中间一段 譬如说有参加了一个非洲国家杯 譬如说沙亚那些球员 回到来 似乎普斯特高估这个教练 也不是说再那么稳定地给他一个正选 另外再加上云达芬 亦是受伤的一段时间 基本上热刺这个班底 老实说要用这一种踢法 刚刚正选那一阵最强的十一个人 是慢慢紧救的 其他的球员众司 是经验更加好 可能技术更加好 一会会讲到这个问题 不过反而不足以兼容到普斯特高估 他所要的踢法 或者他所展现出来的战术特色 另外一个就是孙兴文 孙兴文是否到底已经相当之疲乏呢 17个入球 9个助攻 这个数据 对比上个球季的10个入球 6个助攻 其实是进步了 但是同时间进步之余 你看到他的状态是不断下滑的 最近这8周的赛事 孙兴文入了3个球 对阿仙奴 对利物浦 有球入都是输的 甚至乎在最近这4年败里面 你也看到孙兴文的跑动 没有那么出色 其实热刺没有欧洲赛 竹总盃也早早出局 联赛盃也应该早早出局 比赛是否真的频密得那么紧要呢 尤其是在输完给努卡素之后 再到北伦敦打比对阿仙奴之间 其实热刺是有两个星期时间的休息 但是你看到孙兴文的体能 不是完全可以回复回来的 第一,他都连过三十 三十有日 第二,踢完亚洲杯 这些贵宗举行的赛事 就真的很要命的 他不是那么容易恢复了 一个他 要一些以速度搵食的球员 孙兴文 甚至乎利物浦的沙拿 只不过今次在利物浦 赢了自己的对破 沙拿的状态似乎恢复得比较好些 也有波浪 在球员本身那方面的出发去看到 譬如说云达芬受伤 我刚才说了 他复出之后 有时候表现不错的 但是你说对阿仙奴 那个死球的防暴那里 他和罗美奥都做得不够好 那输给努卡素 简直是被伊瑟克玩借的 那这一场 面对着利物浦的攻势 其实都是好像指责那样 那他那个上半季 认为一个 新云迪克的云达芬 看来下半季都是不合格的 好了 季中外借一些球员 回来帮补一下 本来借到天武云拿过来 以这个球员的那个名气 你以为他会有一定的帮助 但是来到之后 他同样是以往车路士的演出 我不觉得他有太大的进步 这个球员无论在速度去球 来到英超 他的速度什么都不是 卖门的把握都不是十分出色的 另外一个 今届在夏天转会昌 比较后的阶段才收购的班伦壮信 这个球员的速度和投入感是非常之好的 不过在传送的技术那方面 仍然是比较粗造一些 他的成长甚至乎是不能够跳升到 可以真的跟孙兴文 或者古鲁石斯基那些 知不知道默迪神那些 真的可以做到 眉来眼去那种的层次吸送 好了 那就是说 真是打面那一层 后臂上来的 不是很配合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去到普斯的高股 可能真的有以上球员状态 或者是伤兵不足的关系 但我们亦都看得到一件事情 刚才我说过 譬如说这个乌导寺 扑罗那些 这么疯狂压上 而往往也切 都能够在一波攻势之后 在二度攻势 即是我们叫做 第二波抢回来之后 其实上半季做得很好 基本上如果他们有一波攻势 传入对方禁区 就起码是可以 围住 再组织多两至三次的攻势 去进行调波进禁区里面 那这些是很依赖 在禁区边缘的球员 如何利用他们的体能 疯狂去对手逼抢 这样 OK 这些压到这么前的踢法 你如果下下都要 罗美奥 或者是雲特勋 或者是比苏玛 那些 去和你作为一个反击空位 人家人少 打回人少时候的那些包抄 当状态好的时候 你可以跟得贴对方的球员 或者可以 及时补到的位置 但是当你状态下滑 或者搏到季中 你的体能不能再维持 季初的那么凌厉的阶段 这些就变成了 那些球员都现卖形 这一个战术的风格 相信普斯特高股 是要检讨一下 是否要去到那么尽呢 当然 我们记得 我们记得 季初 前十场联赛 二次赢八场和两场 即是气势一事无量 拿了二十六分 头十场联赛 自从一比四输给车路士 就好像被打爆了 那一场 我们还有一个很风光的看法 去到下半场 五十多分钟 已经剩下9个人 剩下9个人的意思 仍然敢压过半场 想压车路士 虽然最后也是大敗一场 你会赞的 哇 真是死得够英雄 打9个人仍然坚持 这个进攻足球风格 不过这些大家说 一个虚荣 其实没有实际的意义 你也是输的 其实也是反映得到 普斯迪高股那种 不懂得变通的 暂时来说 他的经验上 真的不懂得变通的一种作风 另外我想说的就是 普斯迪高股 他面对着一些强敌的时候 去到季尾这一段 可能不稳定 变成了他对自己的理念 或者他的排阵 对他的阵容 没有信心 其实他的阵容 如果排出最好的11个 没问题的 最重要是流放的处理 但是他就把流放的处理 反而放一次 反而是把 用哪11个人 当然我不是他 我们没办法知道 球员的状态是怎样 但是如果观看他们 由今届贵作开始到来 一批黑相杀中场 比苏玛和沙亚 才是最能够符合得到 普斯迪高股那种 疯狂在前场迫抢的作风 那不是 乞尔堡 跪初都健康的 为什么会由正宣 退居到后备 甚至乎是比较少 上阵的时间 但是今场 他就用比坦古瓦加 乞尔堡 一起上阵 踏入2024年 这一拼的中场 比坦古瓦和沙亚 一起正选 是试过四次的 之前 无独有偶 这四次 不是输 就是和 是没有赢过的 那你在北伦敦打 让你对着阿仙奴 你敢继续去这样排 那个格局 你可以说是 因为沙亚 或者比坦古瓦 那个国际赛 经验更加好 技术更加高 但是跑动不行 所以这一场玻璃 你会看到最抢眼的 反而是后上的 罗美奥 那你以企图 想用一个技术的传控 去力压阿仙奴 但是所谓的地面传控 阿仙奴 是比你成熟 能力是比你至少高出一班 那你用回别人的场处理 又不及得别人的那一半 去打回别人的 不是不行 你上半场的控球 那场玻璃 占了超过七成 亦都是在Expected Go 也是比阿仙奴 不过你输0比3 虽然有些运气不好的存在性 但是你输3比0 有些死球的防目 你就故此失比 好了 另一个就是 作客刚刚输给利物浦2比4 这一场玻璃 普斯迪高股 又派出一个三中场的阵营 踏入2024年 我统计过了 派出三中场阵营 这场玻璃 是比苏玛沙亚 和比探古亚 三个中场 不要管哪三个 我认识过一次 2024年 那场玻璃 也是没得赢的 上次没得赢 今次 就索性输了 想说些什么呢 球员很不适应 老实说 整季踢开4231 突然间你又做个433 的阵式 你想搞些什么呢 可想言之 普斯迪高股 就把流放 和用人 那里 比重 他是骂乱了 普斯迪高股 对他现有的班底 有满意 有不满意 他认为有部分球员 执行不到他的战术 譬如说 里策里臣 事实上 里策里臣 他的出场 无论是对利物浦 或者是对阿仙奴 正正是因为他出场 才能够破弹 你不要管那个球 是否真的 他做出助攻 或者他入球 这个就是 你需要适当地利用 这些比较 我认为 操造一点的球员 在前线和你博杀 他用了李策里臣 始终用得不够好 我觉得是浪费了这个球员 这个球员 我不是太过分欣赏的 但是他能够为一次 增加了一个 有个说法 叫做 起到一些难投筑的作用 他绝对是全给你 他会在前面和你用的 其实你孙兴文也踢得没那么辛苦 好了 归咎下来 大体上 今届继续为争取前四 一些奢侈的希望 而作出努力 但是他们的防守 越来越显得趋弱 最近这四场球 一共是失了那13个球 如果下一季的防守也是这样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 这些位置 甚至是更加靠后的培会 另外一点 怎样是将孙兴文的余暉 发挥到最尽 从位置上来说 现在你看看 似乎孙兴文摆到哪里 会是比较恰当一些的 不过如果普斯迪高股 真是不信任 很不信任 李察里臣 这个球员可不可以放走他 去变回另外一些球员 包括现在坊间那些 譬如是 瑟斯高 这个阿尔比萊比锡的中锋 太贵那些 不要管 你买些五六千万都买到的 或者是这个效力 博洛尼亚的施克斯 不过他这个施克斯 这个球员就 好像他的态度 比较想留在意甲 多些 最主要是 你是怎样去帮孙兴文 去做个掩护 给他有更加多 耐涉去回大位的射门 强力的中锋 如果安放在哪里更好 现在污渡智受伤 污渡智相遇复出的话 这位出击能力高的阻扎 只要稍稍调教他 不要那么多谷到那么前的话 事实上他是有能力 和孙英文作出一个 两个人的配合 去威胁对方右路的防暴 现在简单点去看 第三点就是 说回普斯迪高股 他个人本身 本来坚持进攻足球风格 是没错的 但是他就过分坚持 而疏忽了一些防暴 其实季初我也跟大家说过 热刺的防守 真的很依靠球员的个人能力 或者是维卡利奥的神九 或者是这个 云达芬季初 还是很好的状态 但是整体上 在防暴上的一些协防 不是做得那么好 这个混乱状况 普斯迪高股一定要改变 不可以太过浪漫主义 你想想 连哥迪奥拿由西甲到德甲 再过来英超 尤其是刚刚过来英超 他也要学正 知道不可以 哈哈 技术流 他也是 现在这对曼城 对比他刚刚执教的时候 其实也是更加强调身体的抗衡性 就是简单说 可以比你更加拿渣的 一枝万成 但是要的 得到的就是成绩 一些这么坚持 这么固执的教练 都可以这样 所以固执 就不是只有固执 一定要懂得变通才行 普斯迪高股 就是差一点点 但是当然我不可以说 现在就用一个结论 定了他的位置 还要看不看下一届 因为今届 事实上他季初 提供给大家欣赏的准功足球 是一个娱乐性的保证 我自己是十分推崇的 但是明知道这些风貌 是不能够长时间维持 到底今届 只不过是普斯迪高股 一个进步的基石 会不会下一届 会有更好的表演 还是抑或 已经预视了 失败的结局 就是这样让你看得到呢 这句话 看看普斯迪高股 能吸收到多少教训 我不可以当他 是一个新儿子教练 但是他真的 还有些经验增值的空间 好了 今集另外一个课题 就是说英超的Big Six 和德甲的Big Five 德甲Big Five 全赢了 因为下届的欧冠 五个席位 以甲和德甲取得了 英超仍然是维持四个席位 当然 我们说的是 传统英超的Big Six 就是五眼城 阿仙奴 利物浦 热刺车路士 和曼联等等 如果再加上一些新兴的球队 比如说 这两届的 亚士东维拉 和劉卡素 本来这个第一线球队的集团 是非常之庞大的 但是今届欧洲赛出到来的成绩 在最大的两项杯赛 已经看不到一支英超球队 但是有三支德甲球队打进去 而刚刚在我录影的时候 还没有举一次回合 那些四强手回合 踢完德甲球队 还得到二胜一和的成绩 勾协杯我不计 反而勾协杯 唯一那支英超的代表 阿士东维拉 都要输的 虽然今代德甲 利华股上 以大比分 抛离拜仁布尼克 取得了联赛冠军 但由拜仁布尼克 第二位 斯特加第三 RB 来比什 第四 多蒙特 第五 但彼此之间相距的分数很接近 不够十分 九分之内 但由第五到第六位 的法兰克福 相距就有十多分 前五位刚好 这五支球队 亦肯定可以 下一届代表德甲 踢欧冠 相反 但我们看看英超B6的球队 现在数好数 OK 阿仙奴利文普 曼城仍然在 你可以加上一队热刺 热刺 热刺又行不行 最后能不能够跑进去 不是热刺的话 就不是传统B6的 紐卡索 以及不是传统B6的 阿舌东维拉 车路士又可不可以 赶回上入前六呢 曼联输完 水晶功龄比斯之后 又再次等候了 这样分分钟 传统B6 我会计算一下 5个欧冠席 我会计算一下 B5 数到B5 也不一定是传统B5 能够打入欧冠席 或者我是个德国球迷 所以也要找些位置 称赞一下 金家德甲球队 是欧洲赛事的表现 而年代欧洲赛事的表现上升 有时是有些牵引 我记得2002年的世界杯 我好像说过这个故事给大家听 当年的利华古迅 如何杀到入欧洲 欧冠的决赛 对王家马得利 那一届有德甲球队表现不错 挺好 所以索性就令到 那一届的德国 在这个世界杯 都能够表现平稳地 杀到入决赛 才输给巴西 而今届的德国队 甚至乎在主场 主办欧洲国家杯 而胜著德甲球会 在欧洲赛事 在欧冠欧霸 都有出色的表现 这样的情况下 会否影响了国家队的演出呢 当然我所说的是正面的演出 OK 今集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到